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财多事少福气旺,四大生肖横财救守生肖兔,福禄双至 从属兔人一生的运程来看,他们往往能够获得福神和财神的眷顾 从而福禄不缺,生肖兔不仅有拼搏的精神,也有贵人运势 时常因此走上财运的顶端,在今年中他们逐渐摆脱霉运,财运逐渐攀升 到了八月份之后,生肖兔获得极心天财助力,横财一波接一波 身价不可同日而喻,生肖猴,天财大旺 对于聪慧的生肖猴来说,他们总能抓住身边 生财纳福的机会,为自己带来财富上的提升,从而与财神结缘 不过由于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一直受到太岁的压制 运程迟迟未见好转,让生肖猴的积蓄越来越少 不过自从流年交替以来,生肖猴逐渐恢复自信 他们也将在八月份中大显身手 牢牢把握横财,从而让财库风盈,日子如意 生活被福气包围 生肖蛇,招财望运,能够用冷静的态度 审视一切的生肖蛇,本身就是一个 擅长捕捉财运的属相 无论大财还是小财 只要机会出现在生肖蛇面前 它们都能及时锁定目标 并且适时出击,一击必胜 虽然在上个月中,生肖蛇暂且在财富上遭遇挫折 但是也在酝酿下一波的财日 在八月份中,它们牛刀小事 轻松捕获偏财,从而继续翻上几番 生肖狗,喜冲太岁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生肖狗在太岁的影响下,吃了不少苦头 虽然它们不甘心,处于运势的低谷 用自己顽强的毅力,争取时来运转的一天 但是迟迟未能获得财神的青睐 不过生肖狗的付出,将在八月份中有所收获 它们除了能够把握工资,还能引来偏财 从而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拿摩大慈大悲观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孝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鬼门一开就发财 农历七月正天 财运最好的四大生肖 看生肖运势就要看农历 那么农历七月 哪些生肖的财运好到爆 这四大生肖 你们的财运在农历七月 可谓是滚滚而来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农历七月有哪些人偏财运旺 会有天将横财呢 第一名,生肖蛇 鼠蛇的人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 金鱼算计 有一股神秘的感觉 但别看他们外表冷漠 内心却热情似火 他们非常重情义 对朋友有要必应 命中贵人很多 在他们的帮助和扶持下 事业一帆风顺 节节高升 裁员广进 尤其是在农历七月 他们的运势到达高峰 偏财运望 会有大笔横财入账 进入农历七月份 对于生肖蛇的朋友而言 属于一个较为平顺的月份 本月财经收获较为稳定 农历七月属蛇人 欲十路星临身 所谓十路星 即是十所指的口福 享乐平稳之下 路所指的俸禄 收获稳定之下 注意不要刻意追求偏财 合作投资知识 钱财会自然来 第二名生肖兔 属兔的人性格温顺 天真善良 喜欢平淡安稳的生活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对工作认真负责 很用心 自然也很容易取得成功 而且他们善于投资理财 农历七月是他们的幸运月 能以小博大 收获巨额财富 身价倍增 进入农历七月生肖兔的朋友 逢三核心 事业工作业绩佳 多会面临职位晋升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属兔人在农历七月 财运旺盛 多有收获 只要踏实做事 与人为善 事业将有进一步良好发展 第三名 生肖猪 属猪的人忠厚老实 心地善良 是天生的有福之人 他们勤奋努力 脚踏实地 乐于助人 人缘很好 命中贵人很多 总在他们危急之时 伸出援助之手 逢兄化吉 有惊无险 事业上会更加顺风顺水 钱财滚滚而来 尤其是在农历七月 他们有福星保佑 运势大旺 只要能抓住机会 便能大发横财 赚得丰厚家产 农历七月生肖猪朋友 欲偏财心 财运较旺 多有好的收获 多有好的收获 事业发展空间大 多有好的选择余地 而且自身才能方面 也可以得到好的发挥 属于多做多成的一个月份 注意坚持 相信付出 定会得到好的回报 第四名 生肖鼠 鼠鼠的人天生聪明 不愁吃 不愁穿 还很受别人喜欢 尤其是在农历七月 是一个丰收的月份 你们的运势开始好穿 在事业上收到领导们的青睐 不仅能升官发财海 有望在年底到来的时候 大赚一笔 这对你们来说 可谓是顺风顺水 而且还会收获自己的好桃花 令人心生嫉妒 你们的感情不断升温 此时是谈婚论嫁的好时机 进入农历七月份生肖鼠朋友 逢正观心护命 多有工作事业方面 好的机会和选择性 财运小极 利于投资求财之势 并可得到一些偏财的收获 拿摩大慈大悲观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